8月30日,陕西西安 据华商报报道,炎良15岁失踪男孩遗体在河道下游找到 15岁男孩天天家属表示,在石川河下游大约10公里的位置发现了孩子的尸体 8月24日,天天与好友小勇外出,直至次日下午未归,家人报警 同行好友小勇称,他和天天一起骑车去炎良,返回时走到石川河康桥的位置 天天不想回,他就叫了个网约车独自回家了 直至27日,家属在康桥边陆续发现天天的电动车及鞋子,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 小勇一改此前说辞称,两人当日下河玩水,天天溺水,自己吓哭了就跑了 炎良区组织人员在石川河河道寻找 小勇承认因为害怕,自己开始没说实话 他表示,当日天天提出下水玩,两人没站稳,被冲下水 自己枪水后,抓住水草得以上岸 我上去后叫天天,他不理,我整个人都是木的,就离开了 小勇承认,和天天是很好的朋友,希望能找到天天